啪得醉醺醺的男子向警方坦诚 他拿猎枪射破货车车窗 被问到货车是不是自己的 男子顿时语色 因为他射的是岳父的货车 原来这名男子是重剑损的农民 20号晚间8点多 男子和岳父因为与盘商收购剑损的价格 谈不拢意见不合发声口叫 救后竟然拿着猎枪朝货车开枪 货车后车窗留下巨大弹孔痕 碎成蜘蛛网状 案发后酒醉男子后悔了 自首交出犯案猎枪 全案调查完毕后 依违反枪炮弹药刀卸管制条例 以及毁损罪移众地点署正办 目前见损收购的行情价 盘商是美金四百元 市场是美金五百到六百元 男子的岳父坚持让盘商收购 美金价差一百多元 才引起男子不满 虽然猎枪是合法持有 但用于非涉猎用途依然触罚 男子喝醉后情绪用事 开猎枪筑成大错 这下可要在牢内好好反省